詩先生,你是在座看球賽嗎? 你是索夫嗎? 為什麼你可以去看球賽? 我不是,下一場到我們比賽 所以就先去看球賽吧 今屆澳門夾造足球已經曲中人散 為球迷留下不少點滴 當中令球迷最難忘的 相信一定是殿堂級球員陳達生宣布掛虛 化名索夫仔的陳達生 在港澳兩地球壇打滾足足30年 這麼貴,偽然宣布退出甲組行列 他就這樣解釋 其實有些是覺得時間對 因為其實也有些年輕人的自負 過去因為喜歡足球而忽略了家庭 結果落得離婚收場 現在將足球放在一邊 陳達生希望將家庭放在第一位 多些抽時間陪伴雙親 當然看到陳達生 又怎可以不提他的一把曲長頭髮呢? 是他個人的最大標記 其實他有何時開始成為長毛 又有沒有人曾經認錯他是李健和呢? 17歲在香港體育組的時候 或者知名度出名 和神尊重的程度 我是跟他相互聯 因為我也是向他學習 或者在球場的說服力很大 雖然決定退出甲組球壇已經是事實 不過熱愛足球的索夫仔 又怎會輕易放下足球呢? 新球貴想再見到他在球場上的英知 他就說還有機會啊 飽死高了 落印就終於做了